每當見到這些黃野原始的步驟舞 每當聽到這些喧鬧震天的鼓樂聲 就聯想到這裡會不會就是探險家傳說中 地球上其中一片最荒蠻的土地呢 巴布亞新基奈牙曾經深受太平洋戰爭人 俗稱高地人Highlands的土著 曾經認為文明人是罪惡的化身 一道極令太青雲的變化 隱蔽是全能山崖的高地Highlands 今天有些地方仍然保留著傳教士 在上個世紀初初闖入的時候 那種荒蠻意識 但是我們仍然在這裡找到中國的失業 帶著五千年中華文化的中國 大家會選擇 在這片智慧化走百多米的土地上 網上十字幕打開 中文字幕打開 收集結束 跡於澳洲以北 南太平洋尺度附近的 巴布亞新基奈牙 阿普阿太尼歐尼亞 英文簡稱 PNG 400多年前 当探險家闖入这个面积 仅次于世界最大的岛序 格宁兰 发现当地人的奖相 好像非洲基内亚的土著 于是就将这个岛国 命名为新基内亚 巴布亚新基内亚 在1973年脱离澳洲殖民管治之后 原本已经在扎根的中国人 唯恐自治之后会发生政治动荡 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 再次移民他乡 不过 在巴国土生土长的利换国Ron 和叶敏元Nelson 却相信在五六十年代才接触 西方物质文明的高地首府 哈根山市 是一个百废待兴隐藏相机之地 所以他们相计从巴国其他地方迁移过来 其实你最初决定来之前 你知不知道 泰国这地方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听到他们 他们没有穿衣服 有些都穿衣服 所以我们上来 开生意做 买伙食 衣服 在六十年代 踏足于哈根山市的中国人 曾经将这个城市 形容为一个丧尸之城 因为绝大部分的高地人 都是万无目的地游游荡荡 任何新鲜的事物 都会令他们呆呆地驻足 在大街大汗 赤足而行 更令人有未开化的感觉 不过有人说 越是未开化的城市 中国人似乎就越找到机会 也越是能够远中求胜 我看到这个地方 有很多机会 给小弟哥 土人 我一定在这次 没有人叫在这次 看见 万岁 有数格 很大的 有数格 如果 我 好像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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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